總統蔡英文出訪貝里斯 今天在國會發表演說 提到有些國家試圖破壞臺北的友誼 暗批中國近期挖牆腳的動作 同時美國眾議院議長 麥卡錫辦公室發出採訪通知 將跟總統蔡英文 每期時間四月五號 在雷根圖書館會面 而對於中國放話威脅 總統普則表示 中國無權智慧 期待交流會面 貝里斯參眾兩院議長 遞交友台動議 總統蔡英文睽違五年 再度造訪貝里斯國會 在宏都拉斯斷交之後 要全力來鞏固友邦 蔡英文也重申五年前說過的 臺北邦誼不是建構在空洞的承諾 按批中國挖牆腳的動作 蔡總統強調貝里斯長期挺臺 不但通過友台決議 也多次在國際上為臺灣發聲 兩國合作計畫多也建政簽署 臺北技術合作框架協定 貝里斯總理則表示 貝國學生將臺灣視為專業發展 總統出訪憑外交 此時美國眾議院議長麥卡錫 辦公室發出了採訪通知 證實四月五號將會在洛杉磯 雷根圖書館來跟總統蔡英文會面 總統準備好要跟麥卡錫見面 聊些什麼了嗎 今天不是來看羊嗎 怎麼知道看麥卡錫 雖然蔡美會的細節 還沒有公佈 不過中國已經多次威脅 若兩人見面 將會採取措施 堅決回擊 總府回應表示 期待跟麥卡錫會面交換意見 而中國是無權智慧 我想引用雷根總統的一句名言 如果正義足夠勇敢 邪惡就會失去力量 民主臺灣要跟民主的國家進行交流 這是臺灣兩千三百萬人民的權力 中國沒有智慧的餘地 參拜會總統府被動證實四月五號就要在加州的雷根圖書館登場 到時候將會有二十多位的跨黨派議員參與 會談內容也備受各界關注 勢必也會牽動臺海局勢 以上是公視記者 韓英朋友組在貝里斯所做的採訪報導